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年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金毛犬每次都是坐着吉普车来作案的 于是就发现主人是不对劲的 这个主人是附近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张某 张某开着这个车 对呀 价值这个几十万 它其实并不缺钱 但是呢 它就眼馋谢师傅的养鸡场 于是就训练自己的金毛犬去偷鸡 目前张某已经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措施 这狗呢 倒是条聪明的好狗狗 但可惜没谈上好主人 你看看人家青海西宁的一位狗主人 人家对金毛犬呢 是爱护有加呀 天凉了 对吧 专门给自己的这个金毛犬买了一身冬装 这套冬装那是相当的拉风威武啊 一上身之后 金毛犬瞬间跟东北虎就成哥俩了 主人给他配了一个虎头的口夹 每次出门那六弯啊 就是一场cosplay大秀 远远看去 你看 真跟千里之东北虎似的 不仅回头率超级高 很多人还在这拍照呢 咔咔就是个拍呀 咱也不知道这个长力士金毛的 不是 长力士这个毛的金毛犬到底需不需要穿棉衣 但是把狗狗扮成虎这事呢 好像是有点虎啊 咔咔咔 感谢观看